台中有一间温体牛涮涮锅 店家每天从嘉义屠宰场 新鲜直送国产牛肉 招牌的严选沙浪牛 温体现切的油花分布非常均匀 所以吃起来肉质很细嫩 带有一点点的嚼劲 这家店更特别的是 可以品尝到外面很少见的稀有部位 比如说这一头牛只能取下三四斤 堪称是牛腩中精品的凤尾精 师傅用洋葱去爆炒 牛肉吸附了洋葱的香气 吃起来葱香十足 而且肉嫩弹牙 吃起来就是非常嫩 然后吃起来就是 就是入口即化真的很好吃 就是不用调味 因为它是全牛 所以很多的部位你真的是 因为这家又把很多的部位 可以把它精致化 你可以吃到跟外面真的完全不一样 牛肉从冷藏车一串串搬运下来 每天现载全牛肉 从嘉义养殖屠宰场刨丁捡牛 一小时内直送台中火锅店 我们这样吃一整头牛 大约是600多公斤 对 公斤 但其实我们整头牛吃下来 大约只会剩下三分之一不到的肉 牛肉富含筋肉 以密纹切才能切断肉的组织纤维 鲜红的沙朗牛以利刃一刀刀划下 厚度约在0.2至0.3公分 是蒜牛肉最佳黄金比例 新鲜国产沙朗牛肉片 丰富大理石油花 层次分明均匀细致 简单算一下就能看出 油与肉的匀称比例 肉质细嫩紧实略有韧性 它们牛肉是现切的 然后看起来很新鲜 然后看这个都有一些血色这样 那它们牛肉都是自己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它们是一条链供应下来的 就是在家银那边 对对所以它们就有加精鲜 它的汤口很鲜甜 对对不像外面高汤那种 它就是很甜很清爽那种 对很简单的甜 有别于一般涮涮锅 这里则有独特小鲜肉 带筋膜沙朗鲜 就是shabu shabu罕见食材 沙朗鲜从油花风鱼的沙朗部位取下 含有一层薄薄胶脂 筋膜吃来微微脆口 肉质软嫩略有Q劲 因为它们这边的部位的牛肉部位 比较新鲜 而且可以选部位不像外面的 刷刷锅可能就是只能分 比较简单的部位 而且有可能是冷冻牛肉 吃起来口感不一样 备受客人赞誉牛肉锅餐厅 装潢优雅舒适走美式乡村风 背后操刀是这位八年级生叶贤儒 家族世代经营序幕屠宰业 他是第五代 就是我们原本屠宰业 其实它就是在传统市场的肉摊 就是贩卖肉这样 那因为时代的转变嘛 就是大家现在外食主要多 就是到传统肉它买肉的人 真的是越来越少这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 算是转行一下 所以我们就开始开餐厅 想世代转型就得做出区隔 为了有别于一般刷布刷布 店里除了蒜牛肉 也开发多样热炒 锅中汆烫的代金模凤尾金 就是韬客首选 一头牛的凤尾金其实只有 大概两三斤 这三四斤 约莫大概四分五分 所以它量非常非常非常少 对 那我们洋葱凤尾金 它是快炒的 那我们会从这里面 再挑选薄一点的 比较容易入味的 下去做快炒这个料理方法这样 产量极少的凤尾金 是鲤鸡肉上的那条筋络 一头七百斤的牛 只能取下三四斤 在牛腩中算是精品 半斤半肉凤尾金 或者洋葱拌炒香气诱人 牛筋一受热形状卷缩变形 方便吸附洋葱汤汁 吃来很有弹性 肉质鲜嫩嫩Q带劲 那你说那个凤尾金啊 因为它是半斤半肉的肉 它口感非常好 那炒洋葱就很入味 对 这样吃起来 搭起来就 其实也不油腻就清爽 然后又半斤半肉 它那个肉又是饼肌肉的肉 所以非常好入口 全牛料理才有的炸牛肝 师傅简单裹粉下锅油炸 其实像牛肝像韩国人 他们也都会吃生牛肝 对 但是毕竟 其实牛肝它的口感 最好是大约五分熟 那但是因为现代的人 可能代血太深 大家接受度比较没那么高 所以我们大概料理起来 大概是八分熟 金油炸在爆炒 最后撒上些许芝麻调味 香煎牛肝淋上香甜酱汁 煎到八分熟 少了牛腥味 却多了份油润口感 表面维酥吃来肉后软绵 一般我们对牛肝就是会怕 它那个牛肝本身的腥味 但是它就用香煎牛肝 它去炸锅用蜜汁的口感 所以吃起来非常好吃 一点就没有腥味这样子 火锅店配餐 卤肉饭 这里绝对不会有 有的是这碗铺满咸香 牛筋 牛腱 牛肉块的牛卤饭 以辣椒 酱油 冰糖慢卤 牛肉香嫩 不干柴 牛筋嫩Q 牛腱鲜嫩 口感多元相当丰富 它牛肉比较多 比较大块 外面的牛肉饭 牛乳饭就是那种碎肉 对 就是肉炸这样 对 它就一块一块这样 如果品尝涮涮锅 吃全牛肉炒还不过瘾 店家员工餐 蜜芳牛肉面 就是常客必点的隐藏版美味 每天限量蜜芳牛肉面 一上桌香浓牛肉香味 立马迎向韬客而来 牛南西腹汤汁肉厚鲜嫩 富有嚼劲 搭配一口香醇牛肉汤 很有饱足感 他们的 他们汤头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对 外面的汤头 几乎喝起来都是中药味这样 可是他们的就是满有肉味的 然后肉吃起来满有嚼劲这样 听说他们就是 他们从养殖 然后到料理这些 全都是一条肉 就是他们会 食材会把分得比较新鲜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这边满好吃的 每天限载温挺牛 叶贤如为家族事业找到新契机 以一条龙不悟 让陶客品尝最鲜嫩的全牛美味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台南 品尝广东料理的经典名菜花雕鸡 在台南安平有一家粤菜餐厅 老板因为在广东的珠海住过了十年 回到台湾之后 他完整复刻出最正宗的花雕鸡三吃 首先选用跑山鸡腿肉 第一吃用花雕酒焖煮 焖出来的鸡肉口感非常的弹嫩 第二吃加入半条 吸收了汤汁完全滷透 最后的第三吃加入鲜美的鸡高汤 还有火锅料 多重口感 每一重都充分满足了韜客的味蕾 鸡肉很新鲜 口感还不错 炒得就不错吃了 它的口感好香 花雕鸡跟别家不一样都很入味 然后也不会过咸 也不会过甜 就是口味蛮适中的 然后鸡也不会太硬或是太老 蛮Q的 我觉得花雕鸡要加板条 然后比较好吃 来到安平这家花雕鸡 满市的酒香 深深挑逗着食欲 满座的客人 几乎是冲着这一位而来 之前住在珠海 有在广东吃过 它这边确实是还蛮道地的 跟外面一般的不太一样 吃完之后嘴巴还有那种花雕的香味 花雕鸡也是很不错吃 我们吃它的口感应该是放三斤 吃起来那个肉比较Q比较弹 不是第一次来哦 我们是带朋友来 客人一致称赞的花雕鸡 出自老板娘高益勤 她曾经陪经商的老公 到珠海住过十年 街房里挑着的花雕酒香 最让她印象深刻 花雕鸡有 其实我们在那边 它是很有特色的一道料理 就是它出来的鸡肉 然后让你一边吃一边煮 加东西下去煮 就有一次我妹妹去找我玩 然后她觉得这一道料理不错 然后她回来台湾也没有工作 所以她就想说看我能不能带她去学花雕鸡的料理 就这样子带她去厦门 我们开车开了九个小时 不远千里拜师学艺 学成这一道迷菜 美味从选料开始 花雕鸡选用的鸡肉炒酸鸡 基本上都是搭配黑鱼鸡或者是红鱼 我们一定要用公鸡 公鸡它肉质比较Q 然后它不会那么野肉 就是鸡肉如果太油 吃起来口感不好 加入自制花雕酱和米酒腌制 更衬托肉质鲜美 鸡肉腌制基本上就是让它入味 然后让它里面的肉质会比较嫩 酱料它有缘分 它会去腌制到让它的蛋白质融化 鸡肉就是锁定它的水分增加水分 比较不会直接下去炒的时候 鸡肉是干柴的 高益琴说炒花雕鸡有点难搞 许多美嘎要注意 不然整锅就爆销了 鸡肉一定要贴着热锅 这样子炒的时候鸡肉才会 它体最主要是先锁住它的水分 下热锅锁锁住水分 然后在煎煮的过程让它的皮的油脂 释放出来 这样子皮才会Q弹 再加水烹煮收汁 彻底释放鸡肉胶质 初餐前搭配辛香料 再淋花雕酒焖煮入味 旧式广东名菜花雕鸡 第一吃是品尝弹嫩的鸡肉 咸香伴随方醇酒香 第二吃则是放入板条 和鸡肉一起卤透 吸饱汤汁精华 再次发酵肉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酵 我是 有 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